在那个云端上面 反正你找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数据函数 其实在这边就有程式码 这个公式 然后函数 是用三波的函数 那再来的话就是 VBA的两种方法 一个Sub 一个Function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那完成的结果类似像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大家按按钮 有没有 VBA 这边可能自己再增加一栏 那可能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结果 输出到这个范围 顶多是多一个清除 再把里面知道清空 这个是VBA的Sub 应该前面都已经有 做过很多次了 只是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那只是差别是哪些地方 可能要变动一下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把Sub的程式写完之后 再加上两个按钮 这两个功能就出来了 所以 我先DEMO给各位看 第一个按下它 自动输出 OK 第二个话清除 OK 输出 清除 那不过有个同学说 老师那输出的时候呢 这边有小数点 可不可以自动帮我把格式改一下 当然可以啦 或者是说呢 小数点去掉之后 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像这边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常用里面 它就用微软正黑体 可不可以帮我也顺便改成微软正黑体 当然也可以啦 VBA的好处就是 反正呢 你就可以客制化 你要的动作 等于是取代你原来滑鼠键盘 你按下去自动全部 以前是一个一个慢慢改 但是现在不用 全部帮你改完 就是一键完成所有动作 那清除的话呢 应该有印象嘛 清除的话呢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呢 清空 那清空的方法当然你就是 把那个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塞一个空置串给它 或者是整个范围也可以啦 整个范围清空就是 用range物件 丢一个那个把资料给清掉的那个 一个方法 一个指令 那所以呢 要怎么样做出这个 或者是清除 这个这两个 再来就是 插入函数 使用者定义 有没有 那我这边有两 写两个方法 一个是月卡函数好了 那这个月卡函数呢 它会跟你要三次的考试成绩 月卡一 给它 月卡二 月卡三 一二三 结果按确定 结果出来了 你可以向下填满 全部都做了 不过呢 这个月卡函数 有个缺点 你必须要给三个 之前好像有讲过啦 可不可以改成范围 选一次就好 有没有 应该有印象嘛 前面 所以呢 我又做了另外一个叫 月卡函数 底线范围 一个格子 选个范围给它 按个确定 成绩也出了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怎么样做出用范围的方式 来完成制定函数 那这个其实蛮多地方前面都讲过 只是说你要熟练 那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这两个按钮怎么做 其实这个第一个 按下它 它其实做的动作呢 基本上就我们前面讲过 第一个是 其实就输出一个 然后呢 从第一个到最下面一个 所以会 你需要跑一个回圈 第13列 到27 所以你可以for i 等于13到27 有没有 for i 等于13 到的话 to 27 enter 两下 nest 中间的话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sales 的i列 逗点i i欄 i欄的话是前后有算以后 等于什么 诶 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输出的 也许你可以抓同一列 同一列是第13列的那个 d欄 e欄 f欄的资料 那分别乘上 当然你可以抓这个范围 或者是直接干脆乘上0.3 乘上0.3 乘上0.4 不特别出来 在VPA里面 你不能用那个百分之多少 因为VPA里面 这个 这个person 在VPA里面是有保留的 你不能直接用person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0.4 0.4 0.3 之类 那程式呢 大概逻辑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撰写 那一样呢 开启那个VPA的环境 在前面讲过 所以我是直接来看 那第一个你需要 把那个开发人员 这个我想前面都讲过 找到VPA 找到VPA 然后呢 在这个 这个visual basic 环境里面呢 第一步当然要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里面呢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也许我叫月考 那我的程式撰写呢 是 有没有 for i 等于13 这个地方 27嘛 不过前面有讲过了 应该有印象 向下侦测 就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range 游标放在range A13 意思就是出称放这里 坎触向下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end 有没有 向下侦测嘛 这个前面有讲过 而且我还强调 这个很重要 end 然后 前挂虎 其实他会提示嘛 axle down 向下侦测到的那个列 点ro ok 然后 等于是这样啦 ctrl向下 就27 游标放这边嘛 所以 回来的话呢 那就是27 所以基本上呢 13到27 nest 那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呢 欸 就就是这个储存格 那 表示的方法就是sales I 列 的I欄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欸 我就把那个什么呢 把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乘上 这个储存格的资料相乘 加上什么呢 这个 乘上这一个 加上后面这个 乘上这一个 有吗 都相加嘛 最后的结果 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 那这个叙述哈 程式如何撰写 特别说啊 其实前面好像也有讲过 如果你只固定的位置 用range range D11 指的是什么 D11里面的储存格资料 里面的资料就是 回来的话就是30% 其实也可以打0.3 乘上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 同一列嘛 I列 里面的D欄 有没有 后面呢 加上呢 E欄 E11 乘上E欄的资料 加上F F11 乘上F欄的资料 最后呢 把它相乘之后呢 丢回去给前面 因为跑回圈嘛 所以 13 14 一直到27 所以你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 直接来run一下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先把它清除 那清除的话呢 跟上面的公式差不多 就是 差别是说 后面有公式 清除的话 是直接丢一个 空的进去 那这个你直接可以 从这边去执行它 執行完 这个 清除 OK 那 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如果 我们做完之后 就自动在 你在增加那个 按钮 就是 类似像这样 前面也有讲过 所以 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自行在 把它 把它补上 就是插入 这边有个什么 表单控制 按钮 那就完成了 我们 Sub的部分 不过刚刚有提过 就是说 欸 输出之后呢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那个小数点 有没有 欸 自动怎么样 不要 有没有 那如果 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能就这样 选取 按右键 更加 应该是 直接常用这边有一个 小数点移掉 这样 OK 那 这个动作呢 如果说 你希望在 那个 VBA里面 自动完成的话 你要记得 就是 有一个方法 很简单 其实呢 原来是这样 那 我前面不知道 有没有 讲过 你可以从 制定里面 其实呢 如果你补一个0 在制定的这个地方 补一个0 其实就是 取得什么 整数的意思 但如果0.0 就是 有没有 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0.00 欸 第二位 所以以此类推啊 那 假如说呢 你希望 在这边呢 把 制定这个功能 放到 VBA里面的话 其实也不难 只要一行程式 就可以 搞定了 也就是以后 你输出完 第一个是输出 资料 第二步的话呢 假设说你顺便希望 让它变更什么 儲存格里面的这个 设定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呢 记得 制定 它是0 那你可以配合什么 这边 假设我把它恢复啊 有小数点 可以呢 在这个里面呢 记得哦 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就是在 输出完资料 有没有 这个是输出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在底下啊 一样打一个sales 前刮壶 哎 这个时候的话 跟这样 应该是点 直接点 刮壶最后再加 因为你加了刮壶之后 那个点 点不出来 你记得哦 打一个n 好 那n 打其实记个n 我习惯就带 因为这个后面 有一个 它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Lamber 好 有没有 format local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等于你按滑鼠右键 右键里面的储存格式哦 有没有 置地里面不是有一个格子哦 其实这个属性呢 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把Lamber format local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 里面补一个0 这样子的话呢 就代表储存格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参数就变成是整数了 但是呢 特别注意哦 最后请你记得把这个刮壶搬进来 复制过来 因为呢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刮壶放进来的话 这个sales指的是全部的 这个工作表里面全部的储存格 那你想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先打刮壶 意思道理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打了刮壶 如果像我这边打刮壶 点啊 它Lamber format local就不出现了 这不会提示啦 那你变成这要打 那很长一串 虽然打应该没问题啊 可是很容易打错 我的习惯是什么 先用这个sales 点 打个N 有没有 Lamber format local出来了 等于什么呢 你制定之后 我知道 小数 如果整数就补个0 最后再把这个刮壶给搬进来 好 完成了 试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把它加上这个动作之后呢 那我刚刚的本来是输出是有小数点的 那我现在按下它的话 会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是一个中断点 好了 因为这个可能有些细节 我们可以这边设个中断点 那我来执行给各位看 假如说呢 我刚刚我这边按输出 那这边有个中断点 它会停在这里 知情这一行 诶 输出了 这一行是输出资料 下面这一行是什么 格式 F8 诶 有没有发现 原来有小数点被去掉了 换下一个 输出 诶 那把什么 小数点去掉 有没有 OK 所以你会发现 输出一个格式一个 也就是上面那一行是输出 下面这一行是格式 OK 那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先格式再输出呢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一行 跟上面这一行颠倒 可不可以呢 其实试着就知道了 当然是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道理一样 先格式化 再输出 有没有 一样 应该有看到这个 这个 格式化 再输出 有没有 一样 没有小数点 所以基本上 这一行 刚刚打的这一行 你放在上面 跟放在下面 都可以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因为我做完格式在放资料 跟 放资料在格式 其实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我这边的话就直接让他全部跑完 OK 全部跑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小数点完成 清楚 没有小数点 OK 所以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多讲了一个 就是有关 那个 怎么样让格式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后面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 以后如果你 格式按右键 制定里面 那些 字串通通可以拿来用 也就是以后格式设定 就直接可以自动画了 OK 那最后还有什么 后来好像有同学问到另外一个 就是 这个是 微软正黑体 这边可不可以变微软正黑体 当然可以啊 怎么变 其实逻辑上差不多了 怎么说 这个也不用死背 因为还记得前面好像我们有讲过就是 更改那个字型 有没有 一样嘛 你就是 打一个sales 出称格 点什么呢 里面有个foam fo 有没有 字型嘛 对不对 的什么呢 foam的点 其实哪一个会是最接近的 其他你如果用拆的 有没有 应该可以拆得到吧 点name 有没有 就是字型的名称 叫什么呢 等于 后面这个东西 那什么名称呢 比如说我要微软正黑体 那 这边我是建议的 你干脆从这边复制 当然自己打也可以 如果你怕打错的话 可以用复制的 再切到哪里呢 切到刚刚的开发人员这边 把那个微软正黑体贴上 记得一样把这个刮弧再补上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好 所以一样加在这底下 我讲过你加在下面跟加在上面 其实都可以 那试试看好了 刚刚不是 刚刚这个地方是 新系名体对 我试一下清除 输出 诶 有没有发现 微软正黑体 OK 所以其实 在VBA里面还有蛮多类似 上面的格式 都有对应到某一个属性 那 当然一下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不过以后会要用的话 有些属性名称 用拆的有时候可以拆得出来 类似的用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等于是补充了两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在云端上也都有说明 这个是标准的 月考清除 然后如何去除小数点 这边有一个 这个加这一行 那怎么样加上 其实就是这一个 Sales 那另外的话呢 那个变更字型的话在这里 微软正黑体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